哈喽大家好,我是雲霸 今天我们来介绍监视器 监视器它就像保险一样 总是在你出状况的时候 你才会去问有没有拍下来 所以监视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刚需 而且几乎每个家庭都会需要 无论是做生意拍店里面 住家拍出入口 或者是爸妈外出工作想要拍一下保姆 或者是你想要装一台 来拍一下你的宠物 上班来看一下来解压 那以往装监控都会碰到几个痛点 第一个是钻墙很难装 甚至房东不给你盯墙 那第二个是想装的地方 它没有电源 要拉线就很麻烦 那第三个是设定不好懂 界面很复杂 甚至你想看的时候找不到档案 总之就是各种麻烦 所以我们今天来介绍你这两款 TUBO无线电池摄影机 它除了传统壁挂之外 TUBO的C425 富有强力磁吸 它可以直接磁吸在各种地方 省去你安装架设的麻烦之外 而且它更直接内建电池 不用拉电线 冲一次电就可以直接用半年以上 然后它又有星光夜视功能 拍摄的范围超级广 而且它还内建免费的AI辨识 它可以辨识人、宠物 还会主动发APP通知 真的是安装无难度又超级好用 好不啰嗦我们就直接来开箱 Let's go 来我们今天一次来开箱两台WiFi摄影机 这是C410入门的电池摄影机 这是C425高阶电池摄影机 那它的包装长怎样 配件如下包含主机、壁挂螺丝、支架、定位贴纸、并压器 以及50公分的电源线 它的安装真的超级简单 简单到什么程度呢? 它内建电池你只要把它充好电、开机之后 然后手机去下载TOPLE APP 安卓跟苹果都可以下载 那跟手机配对完成之后 然后把摄影机放到你想监控的地方 然后就完了 真的就这样而已 因为它内建电池就非常方便 你完全不用去迁就你家里的插头位置 也不用在家里特别拉一条丑丑的线 那像我家之前啊 在门口有装一台门口的摄影机 那除了砖墙麻烦之外 还要特地从家里拉一条电源线 然后到外面去接着 真的是非常丑 那你看TOPLE像这样子随手摆着 就可以开始拍 TOPLE C425 它也可以直接磁吸在冰箱啦 或各种铁制品上面 它的磁力非常非常的稳 不会掉 监视器它有分成即时直播跟录影 那像一般的人家里要监控 不外乎就是拍人或拍宠物 那像我家里面有一只小把豆 我就可以去拍它的即时动态 可是记忆卡有限啊 你不可能24小时这样子 无限的一直录下去 所以它里面都内建免费的AI侦测 它会自己去辨识画面中的人啊 车啊 宠物啊 只要一录镜 它就会自动录影 存到MicroSD记忆卡里面 那这两台都支援512G的容量 所以你就不会去重复录到一些 你不需要去录的画面 那你要看的时候就可以随时从TopApp 去调记录去回放 那这两台上面也都内建麦克风跟喇叭 那即便我们不在家 其实也可以透过手机App去进行沟通 像这样子跟自己的毛小孩讲讲话 来 再看这边 看这边 耶 看到了耶 或者是你把它当作监视器 然后装在门口 然后刚好拍到你家的巷口 有人在偷尿尿 你就可以直接开喇叭 给它口头警告一下 那再来因为两台的镜头都有超广角 那C425比较广 它有150度 那我们做监控啊 通常只需要注意特定的区域 像我装在客厅 其实我们只要注意大门口的动静就好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到App里面去划定区域 然后设定触发条件 比如说这个区域有人 有动作 有动物 有车经过 那如果符合这些条件 它就会发出通知 然后录影存档 TOPO APP上面有个离家模式 比如说我们今天出远门 离开家里不在家 那我就可以启用警报功能 有人进入我监控的区域 它就会触发警报功能 那这时候摄影机它会亮灯 然后发出很大的警报声 那我的手机上面也会跳通知 而且会把这个记录 直接录影一份做存档 这两台都有红外线夜视功能 当进入晚上完全无光的环境 它就会自动进入红外线模式 你看我这个画面 一样非常清晰 而且它们都内建补光灯 比如说你出门在外 想晚上看一下家里的环境 你就可以远端打开补光灯 那你的黑白画面就会自动变成彩色的 那这两台的画质其实都很不错 那我觉得高阶的C425画面会比较好一点 App里面有内建一个云端储存服务 你可以免费试用30天 那它的功能就是可以帮你把所有的影片 都备份一份到云端硬碟上面 那专业版可以用30天 那普通版是7天 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像之前新竹豪宅不是失活吗? 整个房子都烧了 那你要抓凶手查记录怎么办 云端有记录就很重要 那之前新闻也常常报道 监视器被破坏 或者是整个监视器被干走 所以云端我觉得是第二道保障 那这个东西就是按需求去加购就好 TP-Link它不会要强制购买 还不错 那看到这边你应该就会问说 这两款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那这两款都有无限 含电池 也都内建免费的AI侦测 也都可以本端加云端储存 那最大的差别啊 其实就是镜头不一样 电池的容量不一样 以及它的底座不一样 那我这边有做一份表格 方便大家去选购 两台的画质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都有彩色夜市 也有警报功能 那两台的电池 都可以连续使用半年以上 那C410它的拍摄角度 稍微窄一点 那C425的角度高达150度 非常非常广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C425 因为它功能比较强 又有磁吸底座 然后不用钻墙 然后它的夜市能力真的是非常棒 而且它的售价也才3499 不过如果你家里不需要去监控室外 也不需要那么广角 你只是拍你家的小动物 那你就可以选这台C410 它才1799 它有广角也有夜市也有云端储存 那这两台都是保固一年 TB-Link算是大品牌 它的产品也常常去更新它的功能 我觉得还不错 可以推荐给大家 好 以上就是画质棒 又超简单安装的 TUBO WIFI无线电池摄影机 如果你最近有想要装建功的话 这支影片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云霸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